下面还是聊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最关心的话题自然也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相关 北戴河度假 北戴河办公 北戴河休假 在这一周周末基本上就要画上一个句号 中共领导人又得从河北的靠海的海滩陆续回京办公 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自从三中全会起就有关习近平的各类传闻 是不断出现 又是说他中风了 又是说张又霞起兵兵变了等等等等 那么还甚至有替身出场 这样一个类似于天方夜谭一般的消息出现 一些宣传更是说 有些地方把习近平的画像拿下 再次有人注意到的是 中国铁路部门和外交部休假两周 一般这个外交部的暑期休会 暑期休假不一定和北戴河时间同步 所以这次同步以及铁路部门的休假 是引起了非常多的人的好奇 以及引发了更多的疑问 有人认为这样的动作相当的不正常 那最新的传言 我们在之前的华尔街论坛中也谈到了 就是北京发生军事变 这个军事军变 那习近平在北戴河被逼辞 去了总书记和主席 临时权力和班子组成 这样的消息 林林总总 试图这个细节也有 那这个整个过程也有 是想要印证 这个习近平出事了 北京整个政局风气大乱等等 说中南海很不太平 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说法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 就可以得到印证 一方面北戴河休假会结束 另外一方面 中国政府是要迎接到访的多位贵宾 这就包括了越南的新任的总书记苏林 但是有人觉得这样的谣言 是反映了中国某些 这个人心向背和一些心理上的现实 就是许多人是希望习近平出事 结束他十多年来的这个政治高压 以及各类荒唐的统治 那么北戴河时间结束 那么这些中共元老中国的领导人 会以怎样的顺序 陆续出现在公众媒体中 而这样的出现的顺序 又会有怎样的政治意义呢 这个得请何平先生来说一说 现在确实是我所见的 我所接触的人 无论是做什么工作的 很少听到说习近平做的不错 很少很少 大部分都是在批评 大部分都是在抱怨 大希望说中国把习近平换下来 一切就好了 美中关系也好了 中国经济也好了 股市也涨了 外资也进来了 然后也不要运了 也不要怎麽怎麽样 讲一大堆 基本上把一切问题 就是归交给习近平 而习近平呢 我就没办法去传播他的心思 到底是怎麽想的 但是从这个现象来看呢 习近平确确实是跟大家可能想象的 所期待的一个变革确实不同 至少有一点 就是他 他做他的 你说你的 有人说 这么多摇你满天衰 你跟他当 为什么不出来逼一下摇啊 跟他当 以前他可能还觉得你们海外这个声音呢 他是要解释一下 现在他似乎不把你们当回事 对吧 你说李克强总理 也是我们昨天晚上聊的一个话题 还有一些朋友觉得有蹊跷 对吧 那么这个 包括胡锦涛 先生在二十大的时候 到底是怎麽离开的 也有蹊跷 大家还在讨论这些事情 但是我是问一个问题 我说这些东西蹊跷不蹊跷啊 每个世界你要放大的时候都有可疑的地方 但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习近平为什么不出来做个解释 你媒体为什么不做一个 关于李克强总理的抢救技师 或者说胡锦涛总书记 对吧 关心二十大 身体不好的情况之下 还来坚持参加这个会议 后来身体失败不行了 离开了这个主席台 后来的这个 会议结束之后 这个胡锦涛 不是胡锦涛 习近平 表示关心 我相信这都是 可以基本上推理出来的一个正常作风 除非是正常上大家讲的 习近平要去 怎麽怎麽样 其实不符合最起码的 这个政治现实和逻辑 但是人们的想象已经变得如此丰富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个解释 他根本不做解释 那至于不做解释 但是我就只能去想象 你根本就不在乎大家的感受 也不在乎你怎麽想 因为他认为这场变革 按照他的说法是硬骨头 没什麽好甜头吃的 我所谓是不谨慎 我就可能粉身色骨 对吧 社会的很多的变革 很多的混乱 不是说不变革造成的 往往是准备变革 反而会造成这些问题 这是我能够想象的 习近平这种做法的一个原因 否则的话 怎麽不出来做一个解释呢 对不对 那就怎麽都讲不清楚嘛 那最近几年的谣言很多 有人说 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那你告诉我 多少谣言你最终得到体现了 你不能说 我有一个谣言后面证明是事实 我就所有的谣言都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对不对 习近平下的谣言 遥遥领先了吗 对吧 彭丽媛三中全会进政治局 这个得到体现了 得到这个结果了吗 对不对 那胡建华能不能进政治局 那过几天就大家知道了 习近平是不是怎么样 我今天还看到 刚刚看到我们的后台明镜电视 正在制作的一个节目 是引述一个 美国的一个电台的一篇稿子 里面其中就讲到习近平不可怎麽样 现在大圈已经帮络了 他已经进入了 后习近平时代 对吧 很有理有据地进行了这些描述 但是习近平你看他根本不做解释 他就好像不怕他在乎你们 所以恨习近平的人呢 就更恨 愤怒习近平呢 就更愤怒 对吧 制造各种想象力的人 制造各种谣言的人 他可能就更要来制造 这就使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新闻呢 就越来越好看 越来越好玩 你看一下子郑峰 一下子天生 一下子丁帅强 这个丁上西下 一下子胡春华政治局成整河山 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玩的事情 大大增加了这个娱乐性 但是娱乐性呢 最好的演戏也有散的时候 最好的这个戏剧表演 一场戏也有结束的时候 夏季的时间呢 实在太短 如果北戴河不是两个星期 而是五个星期 或者四个星期 那我们就觉得这个谣言 他的说明就比较长 但是非常可惜啊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 我也不想去做什么太多的逻辑分析 我只想做一个事实的对比 你看看2023年是不是这样 你看看2021年是不是这样 2022年是不是这样 2000年是不是这样 那不就是两个多星期嘛 然后中共领导人 他也不需要等到18号 为什么等到18号呢 你以为越共总书记苏林访问中国 就成为中国北戴河接触的一个时间点吗 也许对于习近平可能讲是这样 对于其他领导人 早就会在未来几天 就会相继来现身 来进行各种工作 外交部就不用说了 因为外交部的事情比较多一点 那么其他的部门的领导先从政治局委员开始 然后政治局常委就会相继活动 不一定等到18号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未来几天大家就应该相继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 完全是一个立心性 没有任何意外和迹象的 被我们这些太子党们 红二代们 被我们的这些企业家们 被我们这些公职们 然后共同演出了这样一场大家 精心动活的政治闹主 喜剧吧 喜剧不能说闹主 喜剧带有娱乐性我觉得非常好 但是呢 我还是建议习近平以后把这个 夏季时间 时间拉长一点 别搞两个星期太短了 要四个星期 你平时把中国人民控制得这么紧 对吧 现在中国人民在你的 暑期的休息时间 大家制造一点娱乐 而且以你为对象 你应该让人民整得有一点空气 呼吸吧 中国现在的政治搞成这么一个样子 就是太沉闷 他不具有这个娱乐性 你说这个川普 或者是这些民主党选举 他不造一点谣 不制造一点谎言 你这个新闻怎么做啊 你不能天天讲 我们增加就业机会 我们增加制造业 我们制造业回归 我们要给中国加税60% 甚至80% 还可以后来有人说 干脆百分之百 或者干脆中国就不进口了 按照这个万斯的讲话 就是他要走到北京办公室去 告诉习近平 对吧 我就不进口你的东西了 你的经济就完蛋了 但他根本不知道 在西方的媒体里面 中国经济已经完蛋了 这个万斯也不看西方媒体的 对不对 他要看了以后 就是中国经济崩溃了 他应该跟习近平说 你要是这样做 不把分摊移给组织住 我叫你再次崩溃 这是政治非常搞笑的一方面 非常可爱的一方面 这也是政治娱乐的一方面 我们谈论这些话题 也是跟我们的 刚刚看完奥运会之后 很多人有一种心境的失落感 所以奥运会时间怎么这么短呢 其实现在奥运会开完了 政治的细致就上场了 好感谢何斌先生的补传 那么其实今天我们讨论的 无非就是三句话 一个是建议川普多用手机 多玩手机 建议高志凯多上电视辩论 建议习近平多多休息 这三句话也是总结了 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话题 现在我们今天这个华尔街论坛直播 要讨论的内容 到这里就要暂告一段落 但是不用担心 在接下来的华尔街联邦 依然有很多的内容跟大家分享 我们是给大家梳理了过去24小时内 对于被大家所关注的各类的内容 在这里也要感谢 在今天的节目上 给我们打赏的观众 感谢这个Donner Frank 感谢卖团 感谢艺人 感谢金山 感谢甜点 感谢各位的支持 以及鼓励 那么不要错过后面的华尔街联邦 接下来呢 这个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那华尔街论坛在明天会继续回归 我们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